从未见过这么嚣张的小羊 个头不大 却敢去挑衅人高马大的马儿 面对背后鬼鬼祟祟的羊儿 马儿早就不想忍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 直接将他踹翻 直到这时 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些马儿可不好惹 身形高大且脾气暴躁 人们在和他接触的时候 不止一次被他意外踹翻 如此强健的后腿踹到身上 真不是一般人能招架的 怪不得人们都说 马儿的屁股摸不得 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野外生活的野马很是警惕 由不得任何动物靠近他们 这只奇奇怪怪的食蚁 收在马儿身边路过 莫名就被马儿给踹翻 这下场简直不要太惨 而这匹野马的遭遇 就有点奇葩了 在挨大雪中 马儿寻找食物侮辱狼群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身边多了三头野狼 面对这种情况 马儿直接下跪求饶 看着突然倒地打滚的马儿 连野狼都懵了 这家伙怕不是有什么毛病吗 众多野狼无意敢去靠近 马儿的举动 实在是让人捉摸不透 鳄鱼只是趴在地上晒太阳 马儿看到后 直接冲上去一番踩踏 把鳄鱼都给整蒙了 我的哥 你到底是要干啥呀